這場兩隻側身馬有過關飛 5號的常興由43元變32元成為大熱門 而6號的罪友營由39元變32元 看看臨場了 這場去到開跑都沒什麼動靜 都是由三隻側身馬來控制大局 5號的常興回飛回到3.5倍 但仍然都是大熱門 而6號的罪友營落到3.6倍 跟常興撐1元 而9號的中國陸家是第三熱門 最後是4.1倍 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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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出閘的時候 前面快點的馬 見到中檔位置有霸王天下 外面眼鏡之寶 再外面就是這個罪友營 大外擋還有一隻功夫 內蘭位置就是這個兄弟齊心 中間橙帽綠袖那隻就是這隻上興 在後面的馬匹才見到有威揚 後多小才見到有喜庫龍拍著 外面就是星象 在後面的一大馬 才見到無雙小子快上快在尾衣 尾衣的位置就是尺度嬌雄 暫時包到最後就是那隻熊豹 轉彎中間的時候 前面功夫就貼欄放了出來三個馬位 接著在第二位就是最有型 外面第三位就見到尚興 在外面展藍衣 那隻就見到還有這個霸王天下 中國陸家突然之間來一個大外鼻 再數入面的馬 見到兄弟齊心 近來眼鏡之寶 入面等位又有蘇銘倫 就是喜庫龍 外面蓋上來就是熊豹 入到最後200米路程 前面見到功夫散散地 中間過你就過你了 就是醉有型 再中度的位置追上來就是熊豹 外面的位置還有尚興 內蘭就是喜庫龍 差不多在最近中間 醉有型可以贏 第二名很接近 外面功夫 中間喜庫龍外面尚興 過中間第一名是醉有型 第二名應該是功夫 以及喜庫龍需要拍照 結果這場賽事 最有型 真的在這裏 就算第一次跑1200米 都會贏 最後有些票 4.1倍 他回到3.6倍 結果這場賽事 最有型贏 第二名很接近 外面功夫 應該功夫第二 第三喜庫龍 第四才是尚興 最有型 贏了 尚興起步 又疾了一疾 功夫第二 對呀 現在變成功夫第二 喜庫龍第三 尚興起步 第四 兄弟齊心 還未夠兄弟 都有一些影 看看 雖然出來跑道 看見他好像兩頭踏 不過跑下去就 沒有問題 完全沒有信 本身你看他 例如是神科合起來 成熟 最有型是比尚興成熟 但其實都是未 尚興來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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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到外跌 很快 先看 好 那些 直路看 有馬 空夫走 當然 最有型 尚興 就慢慢走 留意中國 六街在外跌 因為很快開始 一直不握 你看他整個馬子只是行 行...沒辦法 可以抓他 因為同時是一直咬著 找遮擋位 是的 也有一小小嘴 有些 有小小想跳 哦 我就飛了出去 拜拜 你也補回好香 補回好香 天空表 好了,所以仍然可以出頭 後面的輕易小小外閃 白衣 先按一下 還在按 拿到左手 發一邊 發兩邊 不打了 繼續推 不打了 再打一邊 兩邊 三邊 好 都有 還在爭 喂 喂 真的比較小 是嗎 比較小 錯錯了